这是最大打门将军 迟到整整半个小时 让各大军区领导等他一人不说 还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然顶撞彭老总 当彭老总大发雷霆时 他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还百般狡辩 说这都是和彭老总学的 作为百万解放军的总司令 彭老总向来说一不二 可唯独拿这个人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在自己面前以下犯上 这个人是谁 又和彭老总有什么样的交情呢 百度搜索彭德怀了解更多历史资讯 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36年7月 一场特殊的比试 在四川甘孜 紧张有趣地进行着 因为听闻 彭六军团里 有一位出了名能打的武将 同样是武将出身的许室友摩拳擦掌 想要与对方较量一番 几次推脱无果后 被许室友看重的对手 才硬着头皮 答应了下来 并摆出了防御的姿态 一开始 大家都认为 许室友名声在外 是出了名的武打高手 要不了几个回合 对方就得败下阵来 可让大家意外的是 就在许室友发动突袭后 这个对手不仅没有丝毫惊慌失措 反而游刃有余地化解了他的攻击 一招干净利落的勾脚 就把许室友这个长盛将军撂倒在地 虽然有些狼狈 但终于遭逢对手的喜悦 让许室友不怒返效 然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眼前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还拥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那就是红六军团政委 王震 一年前 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 与蒋介石大部队相遇 瞬间便被数倍于己的兵力重重包围 几次尝试突围无果后 王震临机一动 带领军团主动转移 这才敢在援军到来之前甩掉敌人 成功将部队带到了甘孜地区 就连一向要求严格的毛主席 都对王震十分看好 并将他的部队称为百战百胜的铁军 然而在一众夸赞声中 有一个人确实例外 他就是彭老总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为了加快向全国军队进城 彭老总召集各军区高级领导人开会 准备重新修订作战计划 可让人意外的是 会议开始整整半个小时 时任一野兵团司令员的王震 才姗姗来迟 这让心情如焚的彭老总大为震怒 要知道当时正逢关键时期 敌退人员很有可能埋伏在任何一个隐蔽的角落 一旦王震被发现 很有可能遭受敌人的严刑讨打 面对一脸焦急的彭老总 王震反而显得十分从容淡定 在被彭老总怒斥后 他也不生气 反而慢悠悠的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卷轴 这个脏兮兮的卷轴上 密密麻麻的标注了敌军军营中的少点和据点位置 这对于接下来的进攻工作 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原来在得知彭老总的作战意向后 王震竟趁夜独闯敌军军营 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为组织摸清了对方的作战部署情况 虽然心中万分激动 但为了王震的安全考虑 彭老总还是故意板起面孔来 准备好好教训王震 可让他意外的是 这王震不仅丝毫不畏惧自己 反而还笑着回应 称自己的大胆都是跟彭老总学的 要处罚也得先罚彭老总 王震的发言让在场的人都会心一笑 他们明白王震的危机其实是害怕大家担心 向警最大可能会组织排忧解难 而接下来在王震的帮助下 解放军如鱼得水穿梭在敌营中 以最小的伤亡换来了战斗的最终胜利 如果不是王震 恐怕解放军要面对的将是一场死伤不明的恶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